我擠出來 你過分了 這位ZAKA 好可愛哦 不小心了 結果老公對於這項興趣 他是非常支持的 對 他送我一台生日禮物 有沒有告誡你說 不要穿那麼性感 沒有啊 他說這樣子 踢起來就沒意思了 如果穿得太保守的話 女人騎車真的太性感了 妳知道嗎 其實 你 你年輕的渴望 真的我有點忍不住要講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這這邊 這個我們純欣賞的角度 真的 你看 我覺得很多男生是喜歡 女孩子有的長髮飄逸 什麼弱不禁風 其實我跟你講 這種男人 你們的思考邏輯是錯的 OK 其實女人相對的強勢 其實是會有另外一種魅力 你就把自己想像成那個Ducati 對 妳知道嗎 我非常心甘情緣地被駕馭 這樣子 妳知道嗎 就是 那感覺非常非常心甘 所以其實真的 你一句話 給所有天下的女人 媽媽 母親 妳要告訴她們什麼 所有的運動都要注意安全 其實騎重機也算一種運動 但是不要認為只是男人的權利 我們女人也要加油 好 謝謝 這個溫柔帥氣的池油媽媽 接下來桃子彥介紹了這個團體 平均年齡已經有45歲 他們是什麼樣的團體呢 請問 我們是全台年紀最大的舞團 我們是 舞動嬌媽 公開 全台灣年紀最大的女子舞團 舞動嬌媽 分別是由今年33歲的 倩瑜媽媽 同樣46歲 兩個小孩的瑞翔媽媽 鳳梅媽媽 還有今年54歲 大兒子已經27歲的 警察媽媽 對 說他們是全台最性感的 辣媽跳舞者葉不為國 你們是什麼舞 倩瑜 街舞 街舞 妳是誰 倩瑜大概是今年 妳也是媽媽嗎 是 她看起來是小朋友耶 裡面的公讀生 對 對 公讀生 請問警察今年貴根 54 54 妳跳街舞 是的 我 是為什麼突然有這個念頭 想要跳街舞 我不是突然想跳啊 我一直喜歡跳 從4歲就想跳 4歲的時候想跳沒得跳 然後妳幾歲才開始加入 然後42歲才開始跳 才開始接觸 所以待會也會有些什麼 定竿啊 你知道那種頭轉啊 像被子 哦 好 你們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 瑞霞呢 其實跳街舞 妳為什麼會選擇街舞 不會比如說 慢一點的啦 土峰舞啊 民族舞啊 也不是一接觸這個舞蹈 就接觸街舞 是都接觸 然後後來發現街舞滿有趣的 而且妳身材很好耶 我們都要跟妳看齊了 瑞霞 這邊還有一個更棒的呢 這位是鳳梅 妳好 鳳梅是幾個孩子的媽媽了 兩個 兩個 大的多大了 23 她的老大已經23歲 蛤 20歲 怎麼可能 妳生第一胎手 妳幾歲 23 23 幾年46也看不出來耶 對啊 嬌羞美麗耶 所以其實真的 我為什麼說先訪問 因為我本來怕說 她們跳完街舞 會不會就是 喘氣啊有沒有 就是喘 會很喘對不對 接下來這支舞叫什麼名字 跟大家介紹一下 Lady Gag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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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確定喔 確定 Lady Gaga 各位 我們這幾位 Lady Lama 要一起來表演 這些Lama掌聲 歡迎到我們的表演 M字腿 加油 哎唷 M字腿先來了 好 出門 我 我 製作 ciones 气感じ 做 M字– 歌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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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留步 來 我們請評審講評 聶筠老師看得非常激動 可不可以 真的說 而且妳講站在最後面那邊 是不是 我剛剛有注意到這個錦纏 來 錦纏 音樂一下整個人就笑起來 你整個 你看 有沒有 他有Penny Gaga的台詞給催眠 馬上就上升了 今天小孩有沒有陪來錄影 都沒有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你看像那個王姐姐 他在跳的時候 其實他跟我媽媽差沒有幾歲 我無法想像我媽如果這樣 對啊 而且一開始就開始大M字腿這樣蹲下來 對不對 那是 妳知道 那是現在大妹最流行的 如果我身材跟他們一樣的話 會更厲害 妳已經很棒了 身材已經很好啦 對 所以其實在這邊好像包括我知道 像那個 阿妹啊 妳是不是 有誰跟你搭訕過 有沒有 通常搭訕她都是什麼人 黑人 黑人喔 黑人 黑人 黑人很多喔 比例上黑人比較多 比例上 所以大概比如說 一個禮拜會有幾個陌生男子 來跟你搭訕 不同的階段這樣子 不同的階段 哪一個階段黑人比較多 從年輕到老剛好都有 每個階段都有 對啊 年輕的時候被搭訕 有 甚至又被搭訕一次 就都是黑的 是的 因為她的那種美 可能比較沒有國籍性 妳知道嗎 對 那後來 那她都跟妳說什麼 妳怎麼知道是搭訕 有 沒有 她就靠過來 後面先 前面先問路 後面就說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嗎 這樣 那妳都怎麼會搭 我說我不會說英文 沒辦法 她說她會說國語 我說我比妳大 比她大 那她更興奮了 也沒有 她說沒有關係 試試看 是說阿美 妳這些事情 有沒有跟老公報告 有啊 老公怎麼說 老公 習慣了 習慣了 所以其實請問一下念雲 如果妳的老婆在 阿美剛剛說是46歲 46歲的時候 有很多黑人跟她搭訕 妳會 對 我覺得這是很OK的 這麼有吸引力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那她46歲 可不可以跟黑人出去喝咖啡 喝咖啡哪有限年齡 可以啊 但是說都不準吧 不是 妳問我可不可以喝咖啡 喝咖啡當然可以 好嗎 真的 當然 單獨 當然 喝咖啡我覺得 非常非常OK 我覺得人一定要 在任何一個階段 不管妳什麼年齡 妳都一定要記得自己是非常吸引力 OK 非常有吸引力的 對 那妳這吸引力也要繼續維持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讓老公擔心 也是我們的樂趣之一 好 非常謝謝這四位啦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這位 我其實會有一點訝異喔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運動 然後看到她 聽說她應該是可以破紀錄的 問一下Dream Girls好了 呂一芬還會不會去玩一些電動玩具 會耶 玩什麼類 打鬥類的 喔 妳很打鬥類 快打旋風了 喔 那會不會去遊樂場玩一些什麼 需要大動作的 不會 就投籃 投籃是不是 她竟然敢講出這兩個字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們找到的就是 投籃機高手黃金鳳 歡迎她 是 好 現在在我身邊的呢 就是這個金鳳姐 你好 你好啊 她是妹 嗨嗨嗨 嗨嗨嗨 你好啊 鳳姐 其實這個很特別 她很可愛 她就一直拿一個講座 在我身邊 我說這什麼講座啊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全中國的投籃機比賽 那它是第一屆的新世紀盃 女子組第一名耶 哇 全中國 對 全中國 你這樣玩這個投籃機 玩多久啦 十年了 十年 但是應該以前有底子吧 以前我是國中跟高中 都是籃球校隊 喔 難怪囉 而且聽說她是玩到厲害到 就是人家店家不讓她進去的 對 沒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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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塊錢在裡面玩一個半小時 真的嗎 沒有啦 是因為我 我跟我兒子啦 上去投了以後 然後就沒有 沒有別人玩的餘地了 沒有人敢上去出籌 真的 不是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玩嗎 你就換了一大堆硬幣在那邊玩啊 然後你要玩的時候 你要投就想說 760 誰啊 那機器壞掉了吧 然後就一直還唸人家說 我會玩的